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二代在智慧機械這個領域的 晚安 大家好 這個踏上肥皂箱 其實30年前 其實我剛好也在那所學校 敦品力學 愛國愛人 不過是物理系的 所以我們每次都看到說 大興社大論社的社長 就是林家龍林市長 所以我也是第一次踏上肥皂箱 但是做產業我們花了一點時間 所以我們可能剛好 市長把他的一些想法理念 跟大家做一個分享之外 我們還是在看獅子的內容 所以獅子的內容 因為今天這個活動 其實本來安排是我們的政務次長 沈容金 沈市長要過來 不過他就是在台北 爭取潛瞻基礎建設條例的通過 所以因為在立法院 所以就沒辦法過來 那下午就緊急通知由我來代表 所以內容是準備給他的 所以內容非常的多 但是我一樣會20分鐘把它講完 好 所以我們看一下 這個其實在整個推動的時候 因為我們有非常非常好的夥伴 尤其今天這裡的所在地 是智慧機械之都 智慧機械之都 除了剛剛林市長 是代表整個市來說明之外 其實他背後最重要的推手 就是呂耀智局長 那局長他其實過去 在研究單位服務的時候 也幫我們局裡頭 做相當多的一些產業的分析 你知道嗎 中間企業那個推動方案 就是出自局長的手 那我們相關的一些產業的策略分析 中間企業怎麼去輔導 他就把這樣的機制 甚至經濟部有所謂的 經濟發展諮詢委會 他在這邊也辦理這樣子的 所以最能夠貼近去廠商的一些想法 那我們剛好有這麼好的夥伴 所以呢 新政府上任之後 就提出了這個所謂的智慧機械之都 那5加2產業裡頭 第一個在行政院通過的 就是智慧機械產業推動方案 那有那時候的吳局長 親自去行政院院長報告過後同意 那我是現在代理的工作 不過我覺得這樣的工作 其實做得非常的快樂 為什麼 因為今年的2月 我們在台中成立了 智慧機械產業推動辦公室 那這個成立的那一天 就是我代理的第二天 所以呢 當地就提供 當地的這個廠商的服務 那我們找了智慧機械裡頭 大概最熟悉的工業的機械所 精密機械中心 那執行長呢 就由賴詠祥來幫忙 所以我今天等一下會跟大家報告 在這個推動的過程中 我們的一些想法 我們為什麼要推智慧機械 因為機械本身 其實怎麼樣把它智慧化 之外 我們產業 不同的產業 因為ICT的導入 因為自動化的導入 其實它也可以提升它的附加價值 那因此它的重點是在於 我們把這個智慧的 包括機器人 物聯網 大數據 還有CPS把它導入 那這個在國際間也都是這樣子 包括德國的工業4.0 美國的AMP 或是甚至中國大陸的智慧 製造2025 其實都是希望把更多的資通訊 運用到機械產業當中 讓機械本身的智能化 以及它的資通訊的深度 廣度 還有運用更加的廣泛 那當然你製造出來的產品 就能對少量 多樣 或者是全球 在跟別人競爭的時候 就比別人有競爭的利基 那這樣我們的產品 就能夠銷售到全世界更有的競爭力 那我們接著來看一下 在智慧製造裡頭 我們覺得企業應該怎麼做 或者是政府應該怎麼做 那其實企業怎麼做 企業比我們聰明多了 他早就自己都在做了 所以待會我們黃會長一定會分享說 它的上一代是怎麼做 它的這一代是怎麼做 但是在智慧機械裡頭 我們其實有不同的類型 有單一設備的智慧化 或者是我們生產線的智慧化 以及整廠的智慧化 還有整合供應鏈怎麼去把它串起來 那這一個每一個廠商 它的努力 它的天賦 以及它的著重的重點 可能都不一樣 那它有不同的所謂的競爭優勢 那它就會去選擇 它怎麼去聚焦 怎麼樣有些需要更加的策略化的選擇 那就是有企業的管理 那這個當然就有包括 產銷人發財等等這種管理學門的一個合作 那政府怎麼做呢 政府其實是要把環境做好 然後類似提出這樣的方案 讓大家有一個聚焦的機會 所以我們提出了這樣的一個推動辦公室 以及把這個方案代理起來 那我們希望整個廠商的想法 能夠經過各種的模式 像今天其實有一個很好的平台 大家互相交流 我們把所謂的系統整合的這個方案 這種概念呢 逐一的去落實 那另外我們也希望工協會來幫我們忙 所以在台中這邊 我們的機械工會 我們的工具區工會 其實甚至我們的工具區學會 也都在幫我們 把這樣的平台做更多的知識擴散 環境好了 平台好了 水電供應好了 其實這樣的生態系就自然會成形 就像現在大家常常在這個季節 會去山裡頭看螢火蟲 只要那個山裡頭的水是乾淨的 那邊的空氣 那邊的一些新的生態系 是符合它的生存條件 你就可以看到的是滿山片野的螢火蟲 那同樣的我們是要把這樣的生態系做好 那怎麼去做好呢 我們就逐一來看 我們就提出了所謂的連結在地 連結國際 連結未來 另外當然要自機產業化 產業自機化 那逐一如果在地的部分怎麼去連結 當然台中這個就是很重要的一個環節 那市長也希望說有一個平台 有一個會展 那甚至在我們工業發展的過程中 我們希望有一些用地 那這個其實市政府就花很多的力氣 把這樣的一個連結在地的地方 跟我們一起共同把當地的需求 當地要的內容 把它在這邊一步一步的 逐步的把它落實 那連結未來 當然就要做很多的研發 才有未來性 因為你今天面對的挑戰 跟五年後面對的挑戰 跟十年後面對的挑戰是不一樣的 那你到為了五年後 十年後的準備 你這個時候就要投入 什麼樣的一個研發的計畫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它其實可能有大R小D 可能是小R大D 也是一樣每一個廠商 每一個企業不同 那我們當然就成立了輔導團 來去做協助 一方面在工業院自己做研發 一方面我們去協助這些廠商 有需要的部分 我們透過諮詢診斷 我們透過能夠就近的輔導 找學者專家來幫他做協助 第三個部分當然要跟國際合作 我們知道德國 我們知道日本 這個在機械業其實都是非常好 所以我們在五局長在任的時候 去年就開始辦台德的工業4.0的論壇 今年我們台德的部分 會9月到德國的漢尼威 我們又擴展了日本跟局長報告 我們日本的6月也要出團 由省市長帶團 近期這樣的連結 除了一個國際的新的知識連結進來之外 我們也希望把我們的廠商帶出去 然後讓我們優良的產品 不只是銷售而已 我們是希望服務全世界 我們希望把我們好的製造能力 讓全人類的福祉能夠因此 而獲得更好的一個製造的效率 這個就是剛剛提到的 執行長是沈榮金 沈次長 所以他今天本來親自要來 但是就是為了預算 為了國家未來 為了前瞻 所以請大家記得這個有網路直播 還是要支持前瞻基礎建設的推動 這個才我們未來的5年10年才國家 這個時間點就這樣投入才會有競爭力 那另外呢 辦公室裡頭有辦公室主任跟副主任 副主任我們在地的江振偉 每天我們有會議有活動 都是當地做連結 所以也要謝謝邀智局長 這專門派一個人當我們的副主任 讓詠祥呢 就比較能夠有可以分友解僑 其實另外一個副主任也很重要 叫做王偉翰 是工業院 我們其實除了他的專業學識之外 對於產業的推動 產業的脈動的連結 那當然這些的分工就請大家參考 這是露電還是 不然next page好了 好 那我們接著看怎麼去推動 真控 這個是for智慧未來 那市長覺得說在台中這邊展會的區域不夠 所以他就想辦法把水蘭這一塊地 他希望做兩件事 一件事 希望把它變成智慧機械的發展中心 所以他的位置是在哪邊 是在這邊 那這個大概第三季土地開始會釋出 108年的第一季會完成建路 我想這個其實都在中央跟地方的合作之下 把這樣的願景一步一步的落實 第二個更加的重要 在我們神岡豐洲的二期的地方 這個部分呢 他其實面積是55.68公頃 那目前產業用地大概有33.44 他要通過環瓶的審查 5月會送進去 那我們希望趕快把它二階環瓶做完 產業的發展一定要兼顧環瓶 環境的衝擊 但是這個我們把它做好之後呢 其實就可以全力去做好產業的發展 那這樣出來的地之後呢 時間稍微晚了一點 稍微到107年的8月來公告 107年的12月來做出售 那這個我們當然就是有些程序 還是要兼顧 只是如果能夠加速 我們會跟市政府一起共同努力 來把它往前推動 再來智慧機械聯盟 這個更重要了 這個就是市長剛剛提到的 你看市長坐在這邊 他把中部為基礎的28所大學 有一個中台灣4.0的產學員合作策略聯盟 那這樣的一個除了中部21所 北部的5所也來 南部的2所也來 所以你看 這當然中部就是我們為什麼 推動智慧機械制度 他的學校 他的訓練的人 他的產業的分布 以中部為主 那我們把這個模式建立好之後 擴展到北部 擴展到南部 甚至擴展到東部 我們整個台灣其實 因為這是一個很好的一個 智慧機械的扎根的路 那為什麼呢 為了未來的智慧製造而努力 再來我們看一下 因為大家知道展會要有一個展示的地方 所以我們台中也爭取了水南國際會展中心 那當然這個主要是貿易局在做協助 不過因為有貿易局的協助 幫我們拓展外交同時 國內有一個展會 那同時呢 阿龍市長剛剛提到 來這邊參展 可以住在這邊 可以在這邊 shopping 可以再讓當地整個會展產業的供應鏈 把它建構起來 這個也需要點時間 那這個呢 當然就會有一些既定的時程 那也需要政府的一個 各部門的一個資源的挹注 那同時我們覺得人才很重要 所以呢 我們辦了所謂的拍型的人才的 跨領域的一個訓練 那這個包括像馮甲 他就針對上銀路聯 或經歷上博等等這些 那可以看到 我們也結合企業來提案 那由企業來出錢 由政府跟教育部 一起來開這樣的學程 把這樣的人才訓練出來 同時科技部 也有一個關鍵技術的研發 那我們也在北中南 成立了所謂的4.0的示範產線 包括台科大 包括情力科大 包括中正大學 甚至南部的金屬中心 這個都是整合產學院能量的一個模式 剛剛提到 從零件的智慧化 單機的智慧化 整線智慧化 到整場智慧化 其實每一個關鍵技術都很重要 那我們要怎麼做呢 這個審次長帶著大家 花好幾好幾次的 像這個時間 他還在討論 什麼叫做IoT 怎麼樣聯網 什麼叫PASS 什麼叫SARS 什麼叫ICE 那這樣的雲端的部分呢 從工業2.0 3.0到4.0 他需要一整串的系統 來去做推動 後面比較技術 我就沒有特別講那麼清楚 他每一個樣態呢 我們希望一個公版聯網的平台 那對大企業 對中小企業 我們聯網平台各不一樣 所以他可能 如果是比較大型企業 我是用採會員制的 比較中小型的部分呢 我們用開放制 那這樣的一個做法 當然就是 有時候需要法人的協助 所以在這裡面 工業院製作會 扮演的角色就很重要 那就所謂的三步驟 那不同的運用 可以用到印刷電路板 運用到工具機 運用到航太水五金 運用到紡織 運用到食品 那運用完之後呢 其實每一個模組 他就可以做彈性化的一個做法 那每一個生產效率的提升之後呢 就可以讓他的缺陷排除的時間 譬如說這個從30天 往縮減成7天 缺陷的誤報率 可以降低50% 我想這個資料 其實是可以上網的 所以也可以給大家做參考 不同的產業 紡織的三下游 也可以這樣做 大家互相學習 Benchmark 航太也可以這樣去推 然後呢 水五金工具機 汽機車 我想這個Mix 智慧機械這一個論壇 會一場一場往下辦 其實選的這些項目 都跟智慧機械是息息相關 所以呢 最後我們剛剛吐了論壇之外 我們也帶了廠商出去做拓銷 然後我們希望能夠環境建構好之後 透過智慧機械製造的三步驟 有國內的練兵的機會 最後能夠達到海外輸出的效果 那我的時間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的聆聽 謝謝 謝謝 我們用最後的掌聲 謝謝我們的旅局長